918池上牆震截至9月29號 台東縣池上鄉跟海端鄉 已通報331戶民宅因地震受損 受損數量也仍在增加當中 而目前在建築師專業會刊之後 確認有37戶不適宜居住 繞千玲表示 對地震造成 數百戶建物受損 內政部也以同意 提供災後各項協助 房屋修繕補助 最高可申請450萬元 從建貨修繕期間受災 還能獲得1.5萬元的租屋補助 經核定最快10月就可核發 但由於偏鄉資訊落差 仍有許多族人不知如何申請 村長表示 地震之後 部落內有許多弱勢家庭急需協助 希望政府能放寬補助規定 讓需要的受災戶都能得到幫助 原來是新聞 台中時尚才有報導